就大会开幕的相关话题 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东南卫视北京永博士 我们要请教在那里的时事评论员谢南先生 谢先生您好 我们要和您共同来探讨相关的话题 在论坛大会开幕时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做了重要讲话 那么和去年的讲话相比 今年的重点是什么呢 请教您 客观而言 这一次汪洋主席的讲话 可以说是非常具有历史的高度 并且含义非常的丰富 因为在我看来 这一次海峡论坛 是在习近平同志在今年年初 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40周年重要讲话之后的一次 或者说第一次比较大的 两岸交流的盛会 因此当我们去理解汪洋主席的 这场讲话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与以往的讲话相比 这一次的讲话 其实在我看来突出了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它是从民族复兴的高度 去理解两岸关系 当前发展的趋势 和两岸关系的 未来发展的这种走势 因为从汪洋主席的讲话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对于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 具有高度的自信 如果我们从民族复兴的高度 来理解两岸关系发展的趋势 我们就知道 两岸必然统一 也一定会统一 虽然台独在岛内腥风作浪 但是相对于整个历史发展的大势而言 台独只是逆流而已 我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 有智慧去克服台独势力的阻挠 最终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的最终统一 那么我觉得第二个重点 这一次汪洋主席的讲话当中 非常重视进一步扩大 两岸经济社会的交流 进一步推动两岸的融合发展 因为我们会发现在过去几年当中 大陆在推动 两岸融合发展的过程当中 出台了一系列的会谈措施 使得两岸的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那这一次 汪洋主席的讲话当中 提出了要进一步扩大 两岸经济文化的交流 要进一步推动两岸的融合发展 毕竟两岸同温同种 并且中国大陆快速发展的这种势头 正使得全世界都在搭中国发展的快车 那么我有理由相信 台湾不应该错过这辆快车 并且台湾应该搭上这辆快车 而中国大陆也愿意与台湾同胞 分享中国大陆发展的机会 因此我们对于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 对于未来两岸的融合发展充满信心 感谢观看